Hello 大家好 你听过三九天或者三九天灸吗 我知道三浮天三浮天灸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三九天灸 这是前几天我在网路上看到的资讯 它马上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灸字爱灸 我就开始搜寻了一些网路文章 我发现天灸治疗在香港非常普遍 有很多文章来自于香港的医务中心 中医诊所还有中医师 香港中医师说 天灸治疗的临床效果很好 治疗方法很简便 加上不良反应很少 所以深受香港居民的喜爱和青睐 他们不是用爱灸 他们是把药做成爱饼 贴在穴位上面做治疗 其实台湾大部分的中医院也是用这个方法 这些是我从网路上引印下来的文章 网路上有很多文章是介绍三九天还有三九天灸 那我读了之后觉得大同小异 所以我就只有引印几篇 然后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三九天灸 我的文章来源是从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医务中心 还有一些中医师和网路资讯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来了解什么是三九天灸 在很多的文章里面都一定会提到中医圣经 皇帝内经 它里面说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夏病冬至 冬病夏至 不管是夏天的三浮灸 还是冬天的三九灸 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达到治病还有保健的功效 它的方法就是利用药物或者是爱草的刺激 刺激我们的穴位 从而达到温阳益气 驱风散寒 强壮我们的脏腑 通筋活络止痛的功效 像这两种纠法 在临床上主要是用来治疗一些虚寒性的症状 例如说慢性咳嗽 反复感冒 还有慢性胃痛 反复腹泻便秘 月经不调 痛经 四肢关节痛 肩颈 腰痛 等等 月经不调 我打完第二季莫德纳以后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我的生理期没有来过 而且一点感觉都没有 以前我生理期要来之前会有金钱症候群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月经不调 乱经 好 继续 每年冬天进行三九灸来加强和巩固三浮灸的疗效 三浮灸是夏天做的 三九灸是冬天做的 是对三浮灸的有效延续和补充 两者相配合 能显著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和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 效果相得一张 一些人适合做三九天灸疗法 如果你有过敏性鼻炎 慢性支气管炎气喘 慢性关节疼痛 痛经 四肢冰冷 体质虚弱 还有反复感冒者 你很适合做这个疗法 那有什么状况是不可以做的呢 如果你有咽喉肿痛 发烧 感染性疾病 例如肺炎 怀孕的妇女 还有皮肤容易过敏的人 你都不适合做三九天灸疗法 最后 什么时间我们开始可以做三九天灸 每一年其实都不一样 你要怎么算呢 就是从冬至日算起为第一天 之后你数27天 这样是三九天 所以今年的一九是在2021年12月21日到12月29日 二九是在2021年12月30日到2022年1月7日 三九天灸疗法 三九是在2022年1月8日到1月16日 这样你就完成了三九天灸疗法 不过等我这个影片发布 应该也快要结束了吧 三九天灸也快结束了 真是不好意思 其实最近就是过圣诞节啊 然后又新年加上又打完疫苗 很懒很想休息 所以我都不太想拍影片 加上我的眼睛 最近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会尽量想让他休息 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们明年可以再开始 那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啦 什么节气灸啦 三九灸啦都还好 因为我现在就是隔天一定灸 隔天灸隔天灸 今天很开心你们跟我一起来了解 三九天灸 不管是什么灸 或者是任何一种 什么民俗疗法养生保健啊 我觉得在现阶段来说 对我们都是很有好处的 特别是现在疫情又来到第五波 第六波 全世界都大爆发 泰国也大爆发的时候 学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 我觉得都非常好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三九天就是一年里面最寒冷的日子 那在这么冷的 它也是呼吸疾病 常常好发的时期